今天一起來台北市區 走走吧 第一站來到了松菸 要去看一個展覽 叫做單代公務體驗展 那因為我沒有買票 所以先陪我去找找收票口在哪裡吧 收票口就在這裡 很不明顯 就在門的旁邊 所以如果要來買票的話 要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我剛剛也買到了這一張票 然後現在要回到購物長的路口 要準備入場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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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去吃午餐 剛剛吃完了兄弟麵館 我點了一個西塔涼麵 店裡面太多人了 所以不太好跟大家分享 就是它的那個口感 其實西塔涼麵的麵很有嚼勁 有點辣 可能是因為泡菜 所以如果你不敢吃辣的人 可能就要斟酌 或是問一下店家能不能調整 整體來說還蠻好吃的 我自己很喜歡像這樣子的冷麵 推薦給你 有空來大直的話 或許可以選擇 那因為還有一點時間 我弟才會出現在大直這裡 所以呢 我要去一間 我還蠻喜歡的咖啡店 坐著等他 就在這裡 我們來吧 現在要去肥皂香 準備要入場囉 公公聽完了音樂會 外面超多人在排隊 不要跟弟弟說拜拜了 拜拜 弟弟拜拜 嗨我現在轉戰到南京復興了 接著要來跟朋友們吃晚餐 在吃晚餐之前 還有一點時間 決定來吃碗豆花 其實我對南京復興的周邊沒有很熟 所以我剛剛用google 隨意找到了一間距離最近的豆花店 叫阿紅豆花 選兩種料 我選了一個黑糖文貴跟湯圓 那我們就來吃豆花囉 剛剛吃完阿紅豆花 然後 我的現在有一點飽 等一下晚上會不會吃不下 那不管怎麼樣還是 先來去跟朋友會合 這裡是延企生活 我們下次見 我們要下集喔 好了 我們下集團 我們下集團 來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